各位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虎妈经节目 我是赵婉成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当您看到有两个人 有一个人呢 他做事情非常的投入 而且信心满满 另外一个人呢 要做事的时候 果足不前 犹豫不决 您看到这样两个人的时候 是马上就对他们有不同的印象 有不同的期待呢 有人说信心是成功的一半 您怎么看呢 怎么样来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这个题目呢非常的实际 今天我们在现场节目呢 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起来参与讨论 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 王旭乔治眉深大学的教师 谢谢王旭再次来参加 你的教师经验 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 好 第二位为大家介绍的是 饶美Madeleine Ross 谢谢你 Madeleine她是 乔治眉深大学的 中国项目部主任 好 今天谈到这个信心的问题 其实信心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信心吧 是不是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这个人出来感觉好像 别人就不太相信他了 但是我们得探讨一下 这个信心呢 到底什么是信心呢 王旭你怎么说 这来自自己生活的经验 知识 各种各样的能力 还有他对外界的一种反应 他觉得外界对他接受呢 他就会有信心 然后他对前途有一定的 也是有信心的 就是事情会变好的 所以这个学生孩子也会有信心 所以你的观点就是信心是从学习来的 不是从学习来的 就各种各种各样的丰富的生活经验 见多识广 他就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种比较正面的印象 这孩子从总的来说 精神状态来说 就是一个有自信心的孩子 那你说的具体的每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我没有学会 我就会没有自信心 这是生活当中每一步都会出现的 一个阶段性的 有信心没有信心 就整个从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来说 我是刚才是这样讲的 来自你 就是一个综合体 综合产生的 那然后梅呢 你的看法呢 我们我同意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承认 有一部分是好像是天生来的 因为有的从出生的时候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 有的孩子就从头是比较怯懦但小的 也有的是自信更大更强 天不怕地不怕的 按照家长的看法 我们一定要就接受我们孩子的 里面的品质 而且就可以发展他们的上光点 这样子做 作为父母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是在人的面前拿得出去的 面对困难知道怎么解决的 然后呢不怕挑战的 但这些呢可以说也都是必须要用 这个自信心还有信心来作为基础的 对不对 对那像王旭你可不可以谈谈看 我们作为家长当然希望能够培养孩子 怎么样有这个信心 有很多的办法也许我们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先拿到学校校园这个角落 因为你在美国的幼稚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 我老是喜欢听你的这个律例 因为很少有人有这么完整的美国教育的这个经验 你教过这么多的这个不同的阶层的这个学生 在当老师的经验里面你看到这个信心 老师的部分学校的部分要怎么样来给学生呢 我想啊老师本身应该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不是一个教书将 自己就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这个培养啊 或者是知识 那自己也要有信心 就是我当老师 我走到一个今年给了我一班学生 我往那一站 我自己就有信心 我能把每个人都了解得很好 我就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我就可以已经发现每个学生有什么样的特征 有什么闪光点 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吧 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强项和短项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 比如说有的孩子对这种理论上的学习 加工符号推理比较行 但是他在对颜色呀形象呀声音呀动作 他就可能不行 那有的孩子正好是相反 所以你在教学的时候呢 就应该用多种这样的教学方法 把所有的这种点都覆盖住 所以在每一个阶段你教学的时候 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去发挥他们特长 都可以显示他们自己 那每个孩子在就会有一定的信心 他就觉得在你这个班里待着我不受气 其实你讲到一点很重要 我想饶梅大概也会同意 就是你刚刚其实讲到 每个学生都有不一样的长处 对不对 老师不能说因为他这个工作很好 然后其他人工作不好 这个学生就不行了 你要从发现学生的这个常数里面 来培养他 然后来关注其他学生的弱点 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自信 其实家长不是也一样吗 我们孩子也没有都是一样的孩子 对不对 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比较 让这个孩子的自尊心被抹杀掉呢 老妹 经常你可以说一个兄弟姐妹 有一个是品质一样 担子大一个担子小 所以我觉得从家长的看法 你一方面你一定要给你的孩子们生活经验 你不可以全天都保护他们 就不让他们到外面去尝试小的成功 尝试失败 如果失败的话 你可以就安慰他们和说 哦 跌倒了 下一次你就不会这样 或者没关系 我们下一次就换一点衣服什么 所以一方面是给他们那个生活经验很重要 第二方面就是要用比较时间的话来表扬鼓励他们 而不要用虚假的话过分的表扬什么的 因为孩子 我想孩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了 有时候学生 我这个人是比较持有比较传统的教学的那个 还是比较传统的 就是孩子应该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你不必要就说 哇 这么好啊 那么好 那以后再说我就完成到这就可以了 我没有在更高的目标去追求他们了 但是现在很多家长他们担心是说 如果他们对小孩太严格的话 会伤害小孩的自尊心 让他们没有自信心 所以常常的夸奖啊 表扬小孩呢 我不是说那个给他们很高的要求 你可以跟他说 他比如说他还需要努力 你不要老用那个 像中文你不要老用这个别这个词 你别做这个 不要这样不要那 不要这样 老不要说这个事 你老是说给他另一个方向 就像我们指出那个纪律那方面一样 你老是说 比如他差一点他努力还不够 你说你要不要再做点这个 换一换这个换一换那个 他可以寻找你的那个方向 可以一点点做 你不是说 你不能把现在就不念出来 你要怎么样 不要把那个词老说了 就是一直给他指出方向 不要打击他的这个积极性 而我们对孩子 老师和家长都要有比较 比较适当的期望 所以有的孩子你给他们比较难的 高的要求 有的孩子要调整你的那个期望 也就是说还是要看孩子的那个素质 跟他的能力 你做到怎么样恰如其分的给他 同时再更多点激发他的这个动力 刚刚其实王旭跟那个饶梅都讲到一点 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说你不要跟小孩讲说 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因为你常会抹杀他的一个性质 对不对 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 有一位女士她现在已经成年了 她跟她妈妈的关系非常不好 她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妈妈不要给我泼冷水 她里面讲到很多的例子 比方说她在读书的时候 她考了全班第二名 回家了应该很好了 对不对 第二名了 她妈妈一看就说 怎么会不是第一名 对妈妈应该说什么呢 下次咱们拿第一名怎么样 这样的话一个观点 但是孩子感觉好得多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对 结果呢这个女孩非常努力的 真的变成第一名了 回去给妈妈看 你看我第一名了 她妈妈说 你本来就该第一名的 所以她的奴隶并没有得到赞许 对不对 反正就是说 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 然后她要结婚的时候 去试那个结婚礼服 照理说女儿要出嫁了 妈妈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女儿真的要 那个翅膀长大要嫁了 那是最感动人 动人的时刻 对不对 如果你带你女儿去试婚纱的话 就她穿上婚纱出来 她妈妈左看右看 就是说 你只有这条小腿长得还可以 所以这女儿就 非常非常难过 所以很多的事情 就是说从大人给孩子这个泼冷水 或者是不鼓励他们 或者从一个比较负面的方向来讲的话 让孩子自尊心都没有 而且甚至影响到了亲子关系 但是这个妈妈的态度 可以看得出来 可能是妈妈的一个自信的问题 如果父母家长的没有自信心 那孩子也 父母是孩子的表扬 表帅 榜样 所以我觉得 父母也要有他们自己的自信比较稳定 也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表扬 一个榜样 那讲到了这个自信心 有些孩子刚刚饶美讲 可能他天生就是比较有自信心的 那王旭你也讲过很多孩子 就是有不同的素质嘛 对不对 那我采访了一位男士 他在当销售主任 那他当然面对很多客人 侃侃而谈 一副很有信心的样子 就说你的信息哪来的呀 他是这样回答我的 上学的时候 我并不是个聪明的学生 因此受教育的过程中 把我的信心给压碎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不断努力 就能克服困难 产生信心 所以王旭你是老师 学生的功课 常常会导致学生没有信心 家长有时候对孩子的功课 要求太高 也会让孩子失去的信心 是不是 我想 不管是老师 是家长 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这一方面 是没有一个 秘方是告诉你 第一做什么 第二做什么 第三做什么 是可以做到 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言行里边 一句话 一个小小的动作里边 一个眼神里边 都可以表示得出来 所以家长自己有这种信念 本身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你就可以在这方面能够做得比较顺利吧 孩子就是顺理成章的就可以有自己 用不着说第一我要做什么 第二我要做什么 对 其实家长有的时候 家长有一些问题 比方说家长会把孩子去跟别人比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一比下去就让孩子也失去了信心了 对 不要跟别的孩子比 跟自己比 你就你的那个进步是你的进步 不要说你看人家怎么样 他那方面行 这方面不一定行 有时候你像孩子让他再努力把力把 你不要让他跳特别大的步骤 你让他就说你就差一点点 你再有一个就行了 他就会一点一点的给你就做起来 慢慢努力上去 对 我去年去参加一个演讲 由一个心理学家来说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 就发展他们的自信 他说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任性 任性这个品质 而我听他的说 我听他的话我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任性就是当然有的时候你就失败 坚韧的任就是承受能力对不对 任性能够接受打击这个任性 任性 我们可以多培养他们就了解他们心里的好处和缺乏 也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来 如果有一次失败 他们就有信心说 自我调整 对 自我调整 对 刚刚讲了就是说 父母亲怎么让教孩子 培养出他们有这个任性 能够接受挫折的能力 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位男士Arthur 他说小时候没有信心 可是现在怎么信心满满呢 我就问他 他就说他的父母对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从小到大 一直到现在 他都已经差不多60岁了 还不断地关心他 也辅助他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我父母一直非常尽心尽力地帮助我 支持我 小时候他们让我学习多种乐器 让我去上说话课 我必须把内容背下来 然后在人前练习说话 他们实实在在地带领我 并不是只在一旁看看而已 他们非常关切我的成长和发展 事实上 他们一辈子都非常关心我 刚才这位男士 他谈到他的父母亲怎么样帮助他 在他小时候 慢慢让他建立起信心 那当中这个话里面讲到很多 就是他父母亲花了很多时间 来带他去参加很多活动 当时我就问他说 这个活动万一你妈妈叫你去学音乐 你根本拉不好 你不是更紧张 自信反而更损毁吗 他说不是的 有那么多的机会 你会慢慢发现自己 是不是 王旭你怎么看 我也觉得是 那个做家长 我自己本身也是家长 要给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 带他们出去玩 去锻炼身体 哪怕去吃 去访访友 总而言之 让他的经验特别的多 所以这样的话 他脑子里边就有东西 他也有经验 然后跟他的朋友在一起 他有的可说 所以他讲故事说别人看着 他就觉得自己很受人尊重了 是吧 如果这孩子一天到我们被关在家里边 什么也外边东西都不知道 只知道一天三顿饭 他到他朋友圈子里边去 他拿什么东西去 就跟人家去分享去啊 他也就没有了 所以要培养孩子的心 家长肯定是要付出一大很多心思的 给他一起成长 还有一点就是父母是最了解他们的孩子 所以你可以看你孩子有什么潜能呢 如果他们非常喜欢画画的话 那你可能要用他们的业余时间 让他们多画画 不要说你一定要弹钢琴弹得非常好 那么如果他们比较喜欢音乐的话 那你就给他们机会就 多跟音乐有接触 对都参加一些活动啦 我挺喜欢这个你说这个阿瑟这个经验的 他就是试很多东西 就是试很多东西 最后找到自己喜欢的 是 他其实跟我讲到就是说 他其实他到了这么大年纪了 他其实有的时候他虽然有信心 但他有时候也是会有犹豫彷徨的时候啊 但他说遇到那种状况 他说我还是不断地告诉我自己 我还是要站出来 我还是要克服我这样子 有点不安的这种状况 其实像我们大人作为家长 我们并不是 我说我有信心 我就永远都有信心 也不是的 就像王旭还有饶梅刚刚讲的 有很多是从你的经验里面 从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历程当中 你历练出来的 应该允许孩子一时一时没有信心 就跟允许我们自己 这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就是没有信心 但是怎么办呢 对这种 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消极 应该比较积极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去找材料 我就去了解它 我就知道 知道以后我就有信心了嘛 所以整体来说 你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人 以后这些小的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是 哇 这个自信 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它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如果从小就开始建立培养的话 这个孩子 他成长的过程 我想应该会比那些胆怯的 懦弱的孩子 要顺利自在的多了 自己感觉也很幸福 是 影响自己一生的未来的那个 有很多的决定 其实在我们的信心的时候 有信心或没信心的时候 就可以发生作用的 还有就是父母 真应该尊重孩子自己的决定 但是如果我们要提醒父母 不要乱夸奖 免得这个信心膨胀 变成什么傲慢 这也不行的 对对对 要有一定的基础 是 好 谈到这个信心的问题 真的我们可以谈很多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个建立孩子的信心 也的确是父母的一个重要的工程 是不是 我们用工程这个字 因为他需要花好多的心力 才能够达到 一步一步建立下来的 所以还是回到我的老话 要做好 父母还真是不容易 不容易 对 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勉励 即使我们到这种年纪 我们自己还在学习的阶段 也希望我们把经验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也希望大家把您的经验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好 谢谢您来收看 这次的虎妈经节目 我们谢谢我们的现场来宾 王旭 不客气 乔治北山大学的教师 以及饶媒 Madeleine Rice 她是乔治北山大学的 中国项目部主任 感谢您收看虎妈经 我是赵婉成 再会